大安区温辽渝港原有的蟹鱼掉币因为过于老旧 加上这掉币所能乘掉的重量较轻 常常因为沉重过重造成掉币损坏多次维修 让渔民朋友是相当困扰 GT迷代也邀请相关单位到场来会刊 并顺利争取到250万元 将在该处设置新的双轨天车 预计最快8月底就能完工 大安区温辽渝港旁的蟹鱼掉币 上头出现多处老旧锈时的痕迹 加上掉币所能乘掉的重量较轻 常常因为沉重过重 造成掉币损坏多次维修 让渔民朋友相当困扰 咸臂是它的掉货量差不多两三百公斤 但是如果乌宇到的话 它的重量都差不多到七八百公斤 不少八公斤它久的话 它那个里面的构造的话 尤其是在这一层之后它会弯掉 造成它们不变 经过长年代修理嘛 修理都没有用啊 为了改善渔民困扰 明代这天也邀请相关单位 到场会刊 并顺利争取到两百五十万元 将在该处设置新的双轨天车 未来除了能够承重1.5公顿 还能够前后左右移动 让渔民捕完鱼之后 能够更有效率且方便的 将渔货送上岸 上下岸或者是上货下货 甚至是一些渔船的这些蚊子 设施能够更方便 不然说实在 这些渔民朋友抓鱼子就很辛苦了 那还要有更好的这些工具 能够帮助它们减轻它们的压力 那完成了以后大概就是取代原来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 这个悬壁式的一些吊杆的部分 这个设计出来是比较安全 比较稳固 而且可以使用的线会比较长 市府海资所也表示 天车吊壁工程目前已经完成招标 近期就能进场施工 预计最快8月底前就能完工 届时也能减轻渔民朋友的工作负担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播导